大家好,我是大坑 本期继续来看由李右斌于晓慧主演 经典国产悬疑推理剧 情有千辛节的第三案 连环截车杀人案 东华市最近发生了多起截车杀人案 凶手手法残忍,不留活口 一直没给警方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这天,凶手正在行凶时 被刑警大队队长徐若峰安排的巡逻民警发现 仓皇逃走时,终于留下了诸多犯罪的证据 法医延昭对死者尸检发现 近期发生了四起截杀案 死者都是被凶手用盾器击中后脑勺一击毙命 并且从伤口的角度看 凶手应该是个空无有力的左撇子 死者遇害时,手上私似攥着一部手机 上面有几个数字,7758 徐若峰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死者临死前 记下的凶手的撤牌号 于是进行调查 锁定了一名白色系大轿车的车主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什么谋杀案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呢 今天刚回来 这不,机票还在身上呢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把车借给别人 没有啊 我走的时候把车放在蒙利汽修厂大修呢 放在哪儿? 蒙利汽修厂 警方前去蒙利汽修厂 发现老板戴蒙是个错撇子 而且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也漏洞百出 于是警方将戴蒙带回了警局 由于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戴蒙就是凶手 而且戴蒙也拒不承认 连环命案跟他有关 如今给警方扣押戴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时徐若峰和池明 顾约二同地想到了一个突破口 于是赶去了戴蒙的汽修厂 我是在想啊 我们现在总共找到了两辆被截的奔驰车 可是这车的车标全都没有了 不应该是巧合吧 但是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如果凶手真的是戴蒙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找到车标 徐若峰的想法是好的 但修车场那么大 要找几个车标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好在诗明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回我们收获不小 你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我有解释的必要吗 我是个修车的 家里面有几个奔驰车标 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本来没必要解释 现在看来你是非解释不可 这是不打自招 看清楚了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拿的 就一定是奔驰车的车标 面对对自己如此不利的剧面 戴蒙依然非常地冷静 强调他只是被警方误导 毕竟新闻上都说了 解释害凶犯专抢奔驰车 恰好他就收藏了几个奔驰车标 所以才会解释一番 警方对戴蒙的拘留期限就快到了 戴蒙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凶手 无奈警方只能放人 而与此同时又一起结杀案发生了 这次作案的细节 与此前极其命案一模一样 受害者好巧不巧 是戴蒙最好的朋友小海川 由于命案发生时 戴蒙还在警局接受调查 不可能是凶手 所以警方立刻释放了戴蒙 而戴蒙在得知自己的好兄弟被害后 也大为震惊 他归在海川的尸体前发誓 要替海川报仇 戴蒙和小海川 可以说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铁哥们 过去一起去西藏逃过撕金 当时金矿塌了 幸得戴蒙生命相救 不然小海川差点就把命丢在了那儿 后来小海川回家养伤 戴蒙就把自己攒了一块黄金送给了海川 随后的几年二人很少联系 直到万年前 戴蒙来到了东华 海川知道戴蒙过得不如意 即便自己因为下岗潮待业在家 也毫不犹豫地拿出积蓄救济他 再按这也引起了妻子强烈的不满 后来戴蒙做生意发达了 对消海川也是相当的大方 来 这个给你 别别 你的钱我不能要啊 你现在没工作 王英工厂效应又不好 你等着钱用啊 你拿着 戴蒙和小海川 就是这么一对橄榄相照的好兄弟 如今海川被害 戴蒙也划身侦探 跟警方一鸣一按 找寻凶手的线索 据调查 海川失业了大半年 是妻子去求前男友一劫 才给海川在一劫那里 谋得了一个司机的工作 本来就活得窝囊 这下海川更是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 而海川的妻子王英 也越来越过分 甚至明目张胆 光天化日地去找一劫调刑 完全将海川的尊严 紧踏在脚底 你给我松开 松开 那么疼我了 你给我进来 那么疼你了 你还知道疼 你瞧瞧你这脸皮厚的 真都快扎不住血了你 是我脸皮厚还是你脸皮厚啊 你不分青红皂白捧着 瞎到什么呀你 一点面都不给一截 谁给我面子 谁给我面子 我是你老公 你给我面子了没有 你瞧瞧你 跟你那老小孩那热乎劲 你这裤子都快脱到脚面上了 小海川 我告诉你 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你 你自己的工作 还是靠你老婆脱裤子 给你找来的 王英和一杰的亲情 也让志明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猜想 会不会海川的遇害 是一起模仿杀人案 动机则是情杀 面对警方的询问 一杰表示 虽然案发当晚 确实是他 让海川开着公司的奔驰车 去送文件 但他并没有杀害海川的动机 因为自始终 都是王英 单方面的想要跟他 再去签约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 跟王英有进一步的发展 甚至给海川安排工作 也完全是看在 当年他跟王英相好一场 一杰把所有的嫌疑 都推得一干二净 警方目前也无从知晓 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之后志明 在一处废弃的工厂 找到了海川被害当晚 开的那辆奔驰轿车 并在车座底下 捡到了一张 习域中心的会员卡 志明顺藤摸瓜 查到了这张会员卡的主人 是个外号叫做黑子的小混混 目前住在女友家 志明前去逮捕黑子 不曾想被人抢先了一步 黑子欲惜 生命垂危 好在想救仪时 捡回了一条命 那个叫小海川的 是我杀的 你和前提起 连环戒车杀人案 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 什么连环杀人戒车 我只是男人钱财 替人小宅 只要人花钱 顾我杀小海川的 前两天我们找你的时候 好像还有另一个人 在打听你的情况 他好像也去找个大嘴鱼 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 他好像也想知道 是谁杀了小海川 黑子表示 他跟雇主只是通过电话联系 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甚至连对方是男是女 都不清楚 至于杀人的手法 也是雇主特意交代他那么做的 雇主先付了他一万块钱的定金 告诉他事成之后 他会在被害人身上 找到两万块钱的违款 市民认为 黑子的证词基本已经证实 是一杰买雄杀人 因为只有一杰知道 案发当晚海川的行车路线 而且钱和文件 也是一杰让海川送的 于是警方逮捕了一杰 面对审问 一杰依然嘴硬 坚决否认他跟命案有关 警方查到 雇主支付黑子订金的前一天 一杰正好从银行取走了三万块钱 对此一杰表示 那些钱是王英向他借的 说是给孩子看病使用 如今借条还在他的手上 市民认为 给孩子看病 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于是市民和徐若峰 再次对王英展开了询问 是这样 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核实一下 问吧 在上个月的十五号 你是不是向一杰借了三万块钱 给小毛头治病 是 那以前是我借的 我们了解过了 给孩子看病 好像用不了那么多钱吧 给小毛头看病 我们只是用了一部分 剩下的 给海川买药了 他有病 警方前去医院确认 发现王英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小海川此前 曾被诊断得了胃癌 后来复诊才发现虚惊异常 当时正是王英 去走了复诊的化验单 同时警方还查到 曾有人给小海川 投下了巨额的人寿保险 获益人是王英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测 会不会王英 是看到丈夫并没有得病 无法让她获得巨额的保险金 才会想到伙同义杰 买凶杀人呢 戴蒙和警方 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可能性 为了替好兄弟报仇 戴蒙绑架了王英 你为了和那个叫义杰的肩负在一起 何谋故人杀死了海川 还拿到了一大笔海川 用命换来的保险金 你一件双调 顾黑子杀死了海川 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义杰借钱 根本就是为了跟海川干病 什么保险的 我刚是一点都不知道了 你别再演戏了 戴蒙懒的听王英继续狡辩 直接一桶汽油 嚼在了王英的身上 就在他打算烧死王英的时候 吃鸣带队赶了过来 并告诉了戴蒙 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设计杀害小海川的凶手 其实并不是王英 真凶 另有其人 池警官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人活一辈子 最可贵的是朋友 那现在我告诉你 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是义气 海川是我兄弟 我一定要记得报仇 我已经跟你说了 王英没杀小海川 那你告诉我 不是他是谁 真正的凶手是你 是我 是我 我会不知道吗 你虽然没有杀他 但是他是为你而死的 知名做出这样的推论 确实让人被感意外 但这背后的逻辑 却是清晰的 如果海川的死 是王英和一切 买凶杀人 那么他们根本没必要 刻意让凶手模仿 连环汽车杀人案的方案手法 因为这样 反而会让杀手 成为警方 重点怀疑的对象 独增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 搞清楚 买凶模仿方案的真实动机 才是真破办案的关键 声明表示 萧海川被害后 警方立刻释放了戴蒙 也不再将其视为 连环汽车杀人案的 头号嫌犯 而这 也正是买凶者的真实目的 所以他才会说 萧海川虽然不是戴蒙所杀 但的确是因为戴蒙而死 而顾兄 杀害萧海川的凶手 就是萧海川自己 萧海川和戴蒙一样 把兄弟情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担心戴蒙 就是连环截车杀人案的凶手 如今遭到调查 罪行败露 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加上妻子 忘记把误诊的事情 告诉萧海川 萧海川还以为 自己身患癌症 命不求疑 所以就想到了一个 能够帮助好兄弟 拜托性疑的办法 那便是买凶杀自己 如此一来 不仅救了戴蒙 还给家人留下了一笔庞大的保险金 知道真相的戴蒙 放弃了抵抗 同时警方 也在海川儿子的玩偶里 找到了戴蒙抢劫车辆后 还没来得及销毁的钥匙 证据面前 戴蒙也坦然地接受了 即将和好兄弟相聚的结局 情有心情节 每个案件都是因情而起 有爱情 心情 友情 那么下期案件的凶手 又将以何种情 而走向一条 与情共亡的不归路呢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持续关注 后续案件的解说 没点关注的可以点下关注 今后 请订阅时收到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信息 本期视频 点赞给我留心 我就立刻为大家更新 先有心情节的下一案 还请大家多点赞支持 敬请期待